四頁,那你想為什麼四頁,應該還有印象吧 就是在我們這個範例裡面,基本上一進來的話是第一頁 裡面的話會有最新消息、新書、登場跟認證課程 會有三個頁面,也就是說第一個頁面是主頁 另外三個是什麼,是連結出去的,是紙頁 所以它的架構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的第一頁,這是主頁,連結下去的話會有什麼呢 會有這個職頁,有三個 基本上這三個最新消息裡面,基本上還會有它的職頁 不過這個我想你們以後就自己去把它完成 基本上它有點像是一個網站的架構 可是它只是說把它縮小放在手機裡面而已 第一個概念有了,第二個的話我們要怎麼去完成這件事情 我有把最後完成的畫面放在這邊 請各位務必要注意一下那個細節 因為你一個細節做錯後面就全錯 那裡面的話呢,基本上我們怎麼去按照這個來做 因為原來開一個新的網頁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還沒存檔 不過存檔你請你最後再存 我們會需要有四個頁面 裡面的話只有頁首跟內容 沒有頁尾 OK,有四個 那怎麼增加四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切到那個Dreamweaver裡面 然後裡面的話 目前是沒有啦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調整成傳統的 然後呢,分割一下 那為什麼要傳統分割 因為如果你傳統沒有的話 這上面面板,你找不到這個東西 叫JQuery Mobile 因為我們的頁尾要增加 一定要靠它 那你會發現呢 JQuery Mobile 實際上就是 把網站 變成APP的一個靈魂 有它才可以 沒有它,什麼事都辦不到了 而且很妙的 這個JQuery Mobile 其實是一個 好像印象中是哪一個國家 丹麥還是哪一個國家 有個23歲的年輕人 他只是因為 他想要把網站變成APP 而去做了這個JQuery Mobile 並且免費的分享出來 非常年輕的一個年輕人 做完這件事情 以後很多人就很方便了 OK 那我們怎麼去利用它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你一定要切到傳統的這個面板 才會有JQuery Mobile 再來的話 你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它就會跟你講說 裡面有個叫做JQuery的頁面 OK 那頁面要插 這個你要插入頁面要四個頁面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有些動作 你要特別注意 那要插入到哪個頁面 請你注意一下 游標 因為我們的網頁 它的結構一定是HTML到HTML 會有一個頭 會有一個尾 那頭一定是沒有斜線 尾巴都有斜線 那Head這個是它的頭的部分 會有個結束 所以這個是頭的部分 身體的話 基本上我們設計一定在Body 跟Body中間 所以建議你乾脆這邊把它按Enter 讓它隔開來 那我的頁面就放在這中間 你不要放在這個以外 這個以外就看不到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插入什麼呢 插入這個JQuery Mobile的頁面 那你按下它特別注意 它會跳出一個什麼 一個訊息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這個JQuery Mobile 是一個年輕人 他做了這個 這個叫做韓式庫 這個韓式庫 本來不存在於我們的網站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加入這個東西 那可是你需要一些 引用一些韓式庫啊 包含什麼呢 包含它的那個程式部分 就是JavaScript CSS 前面有用過 就是它的版型 為什麼它可以很快的變成 一個我們要的那個樣子外觀 其實就套用它了 它就幫我把它做完了 這個也是程式部分 另外還有一些相關的主題 主題的話 就是它的外觀 什麼顏色等等的 都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呢 它會跳 插入這個第一次的時候 會跳出這個 它會問你說 你要連結是在遠端 還是在區域 不過我建議你乾脆用預設就好 所謂的區域是什麼 就是它會幫你Call到你的網站裡面 所以將來呢 你的網站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JQuery Mobile的一個資料夾 所以按確定一下 把它確定 好 確定之後呢 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頁面裡面 需要什麼東西 OK 那首先的話呢 還有就是第一個啦 它的ID叫什麼 那因為呢 我們會有很多個頁面 那頁面的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稍微 命名一下 各位可以發現 我的第一個頁面 一定要Call ID叫Call 第二個頁面呢 叫Page 1 Page 2 Page 3 就是總共會有四個頁面 然後呢 只有頁首沒有頁尾 應該從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要怎麼增加 記得從這邊 把這個名稱先改Home好了 我先建一個Home 然後呢 沒有頁尾 按個確定 OK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它就幫我增加了一堆程式 不過不要 這個上面東西不要管它 因為這個是去引用韓式庫的 那主要的是 在Body的下方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增加那個頁面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個DIV Data 它的RAW 它的角色是一個Page 它的ID是叫Home 那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header 那一個頭 一個頭一個位 然後裡面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頁面的新增 OK 那再來就第二頁 那第二頁怎麼做 特別注意 請不要急著再按下它 請注意 如果你按下它的話 它會把新的頁面 放到這個裡面來就不對了 請注意一下 請你把郵標 放在這個頁面的下方 下方 你不要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直接 在這個頁面裡面又插入頁面 最後連結 奇怪 老師為什麼連不到 別人都很容易連到 為什麼連不到 因為你在它裡面怎麼連 OK 所以記住 這個很重要 請你把它移到哪裡呢 也許這個中間 空白的地方 然後把它再插入第二個頁面 然後名稱叫Page 1 只要頁首 按確定 一樣的方式 這個有沒有 選取區的下方 再按一下 多一個Page 2 然後呢 按確定 這第二頁 第三頁 然後再一個 插入第三 Page 3 也頁首 沒有頁五 按確定 好 最後完成 有沒有發現 一二三四 而且結構一定是完整的 一定是這樣 所以特別注意 為什麼要分割 因為如果說你不分割 你光看這邊 有時候會看不到錯誤 可是如果你看這邊 一目了然 而且這種語法 這個標籤語法 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 這個做網頁 你這個可能要稍微熟悉 看懂裡面的東西 好 那最後呢 有四個頁面之後的話 請你先把它存檔 儲存檔案 名稱的話呢 請叫做index.htm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存檔一下 index.htm 按儲存 好完成 那它這個時候會跳出 複製相關檔案 這複製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過 JQuery Mobile 是外部的 其實是那個年輕人做的 那你要引用它 它免費給你用 所以它必須什麼 幫你call過來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會多一個index的網頁 你上面這邊有個 重新整理的小按鈕 按下去 你會發現呢 多了一個資料夾 叫做JQuery Mobile 也就是說 這個JQuery Mobile裡面呢 會有那個年輕人 幫你做的事情 的一些需要用的檔案 OK 那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這細節很多 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記得這個地方 一定要是HTML 按建立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一定要把這邊改傳統的 然後JQuery Mobile的面板 插入JQuery的頁面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有些細節 可能你有些 一下子沒辦法記得 在雲端上 我有把那個截圖 我剛剛那個截圖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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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